What's up guys 這位工作的機會呢 能夠來到日月潭 以及我以前很喜歡來的溪頭 小時候呢 爸媽幾乎每一週都會到溪頭來 接受一下我們南投山裡面 Fantastic的芬多金 這是拍攝啦 就是溪頭真是好美 在群山環繞中的一個溪谷 有著非常豐富的山林地貌 以及那一片一望無跡的綠色的森林 這次呢我也使用了Insta360 ONE R 拍攝一些星軌 發現它的星空模式 只要按下按鈕 然後放著讓它等個四個小時 就可以有很好的星軌的效果 那這次工作拍攝呢 大部分能使用EOS R 加五念器 EOS R各方面表現呢 讓我非常的放行 可以讓我捕捉到各式各樣 想像中的畫面 看一下 西頭的美麗風景吧 旅遊攝影中最重要的是 拍出場所精神 我們在旅遊攝影的經驗 感受到的心情不一樣的美 都處在線條與色調形成的空間中 為了強調西頭山林與竹林的線條美感 我使用了TOKINA 1116的廣角鏡 雖然在全服相機只有16mini可以使用 而且我手邊這次還故障了 無法控制光圈 但是呢 還是稱職的記錄了強烈遠鏡透視所形成的線條 拍人物時也會拉長比例 讓人物看起來更高挑 更修長喔 所以旅遊拍攝 有一支超光額鏡頭 很方便 這次在夢中山莊 事隔多年 它還是那麼 宜然的有質感 那麼的古典的風格 在這邊不管是晚上看星星呢 還是早上起來 欣賞竹林風貌 都是一大樂事喔 晚上在夢中山莊 歐巴 放鬆一下 是這美食 是一定要的 對鍋物啊 像炒茶 以及 冰滴咖啡的印象 非常的深刻 要在夜晚的室內 留下這些美食美景的美好回憶 就一定要使用 定焦 大光圈的鏡頭喔 像我這次 攜帶的 Canon 50 F1.4 定焦鏡 就佔了5成以上的使用率 雖然 用了10多年 對焦有時候不太順 但是低光源 無壓力 輕鬆拍攝 明亮的榮美畫面 簡單獲得賞心悅目的照片 早上起來 看著天空從山藍 漸漸的 透出那一點暈彩 接下來 整個變亮的感覺 它的三頂線的 樹蟲 細密的一種巨石狀質感 還有那鬱鬱深深色調 就很像國畫裡面 常用的春髮 筆觸呢 在日月潭的湖水上 感受得了又是不同的美感 搭配湖水上閃爍的曝光 與倒影 與環湖的多遍山景交錯 也是讓人流連忘返的舒暢感受 同樣的 我也只使用標準電焦鏡來拍攝這三水合一的景色 拍攝時不求多 只看到與自己心意相同的景色 就拍下專屬自己的一刻吧 和標準鏡自然的視角 讓回顧欣賞照片時 覺得格外的真實與自然 這次拍攝也帶了 Canon 70-300DO放遠飛交鏡 使用上只佔了5%使用率而已 但是需要遠色呈現壓縮感的場景 還是相當的實用 長鏡頭下人物的表情也會顯得放鬆 DO鏡小巧輕便 所以出門待一整天 沒用到也不會覺得太有壓力 日月潭和西頭的美景完整版體驗 可以從上面資訊卡連結過去 好的 讓我們一起欣賞整片吧 如果這個人 kidnapped 也會有這麼多的 第一次看 我會不會在上司機下水 就要找到 那些人的感染 也會不想到 我會不會在上司機上 有一個人的感染 可以自然 那些人可以 你會不會在上司機上 就要在上司機上 有一個人人的感染 可以自然 都有一個人的感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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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